櫻蒂和櫻醇 有的大 有的小 有的卷 有的重 有的粉 有的棕 有的色澤一致 有的有淡淡的漸層 大家好 歡迎收看U來聊性 我是Yuna 男生和女生的性器官因為外觀差異非常的大 經常被認為是極度相反的存在 但其實他們是非常像的喔 今天在介紹櫻蒂和櫻醇之前 就先來聊聊男女性器官間神奇的關聯吧 那麼按照慣例來議題 請問 寶寶的性別通常要在懷孕至少12到13週後 才能用超音波判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A 因為在這之前寶寶的大小只有螞蟻那麼大 肉眼看不到他們的性器官 B 因為寶寶們一開始的性器官都長得一摸摸一樣樣 早一點看的話無法判斷 C 因為太矯造超音波的話寶寶會被超音波震傷 答案就是B 這也是男女性器官間神奇關聯的關鍵喔 附帶一題 A 選項錯在寶寶在胎齡4週左右的時候 就已經比常見的嘉椅還要大得多了 C 選項則錯在目前為止 並沒有任何研究顯示超音波會對胎兒造成傷害喔 讓我們跳回來 雖然性別早在受精的那剎那就已經決定了 但性器官並不是從那刻起就開始 男生的往男生長 女生的往女生長 相反的寶寶們的性器官在胎齡7到8週左右的時候 都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很像女生的性器官吧 在8週之後 媽媽體內的荷爾蒙會產生一系列的反應 寶寶們的性器官才會開始分化 逐步長成各自性器官的模樣 而這些源頭相同 也就是畫面中顏色一樣的地方 就稱為 源頭相同就像是組成的材料一樣 儘管外觀差異非常的大 但在特性上還是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喔 例如 陰蒂頭和龜頭都有 源頭重的外觀 而且都極度的敏感 外陰純和陰囊都柔軟可延展 在青春期後會開始長出陰毛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覺得 男女性器官好像又沒那麼不同了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記住這個觀念 來好好的認識陰蒂和陰純吧 許多人以為的陰蒂 是頂部這顆圓圓小小的部位 但它其實只是陰蒂的頭而已 陰蒂的實際範圍 還包含蓋在頭上的陰蒂包皮 以及藏在體內的陰蒂體、陰蒂腳和前蹄球 就這樣從頂端一路延伸 跟橫跨尿道與陰道兩側 陰蒂的幅圓就是這麼遼闊 讓我們把陰莖換個角度 標上同圓的顏色 是不是意外的像呢 除此之外 陰蒂和陰莖一樣 由於神經密度高 所以相搭的敏感 其中最敏感的地方 就是位在體外的陰蒂頭 也因為如此陰蒂頭外 有著陰蒂包皮好好保護著 陰蒂包皮的覆蓋程度與外觀因人而異 有的會蓋住全部 有的只蓋一些些 陰蒂頭的尺寸也有非常大的差異 從2毫米到10毫米都有 但不論大小或是包皮的覆蓋程度為何 只要沒有覺得不舒服 這都是正常的喔 那麼陰蒂的功能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目前的研究 唯一確定的功能就是 性興奮 一般統計上來說 約有7到8成左右的女性 需要隔著包皮刺激陰蒂 來達到性興奮 有些女性則可以透過刺激陰道 或是居點來達成 但也有部分的學者認為 不論是刺激陰道還是居點 其實都是在間接刺激 地幅圓遼闊的陰蒂 因此陰蒂也被譽為是 女性性興奮的中心呢 至於居點到底是什麼 女性性興奮的機制為何 就等到未來再跟大家 好好的聊聊吧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 保護尿道與陰道的超級首位 外陰唇與內陰唇啦 外陰唇主要由皮膚和脂肪組織組成 具有豐滿的外觀 當兩腿合併的時候 可以完全或部分包覆住陰部 杜絕外來的傷害 而外陰唇內有兩片 比較薄且敏感的皺褶 稱作內陰唇 他們的表面有許多的皮脂線 負責分泌液體 保持陰部的濕潤 避免乾燥與擦傷的發生 而不論是外陰唇還是內陰唇 他們的外觀也會隨著女孩 進入生命的各個階段 產生不同的變化 例如進入青春期時 小陰唇會變得更有彈性 顯眼而且出現皺褶 大陰唇則會變得豐厚 並開始長出陰毛 隨著年紀持續增長 大陰唇的外表面 顏色可能逐漸變深 脂肪量則會慢慢下降 小陰唇也會逐漸萎縮 失去彈性 陰毛會開始稀疏灰白 跟人的一生是不是有點像呢 既然說到了陰唇的外觀 請問 雖然陰唇一生都會變化 但唯有像成人雜誌或影片中那樣 粉嫩、平整、雙雙對齊 且內陰唇被完整包覆在外陰唇內 不外露才是最健康、標準前正常的 這句話是對還是錯 登登 陰唇們除了有一身的變化外 他們也和人們一樣 每一個都非常具有個人的特色 即使是同一對 也可能長得非常的不同 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卷、有的皺、有的粉、有的棕、有的色澤一致、有的淡淡的漸層 他們的外觀並沒有所謂的標準 不論是哪一種樣貌的陰唇 他們就像人類的指紋、斑馬的條文一樣 是屬於每一個女孩們獨一無二的存在 同樣的 只要沒有覺得不舒服 他們就都是 健康、美好且絕對正常的存在唷 而成人雜誌與影片中的女孩 之所以可以呈現一致、平成、粉嫩的外觀 是因為這些女孩並不是路上隨便抓的 而是色情產業精挑細選下產生的 有些女孩也會做陰部的整形來迎合產業的需求 而產業也可以透過後製改變想呈現的陰部樣貌 雖然這樣的行為並沒有對於錯 但由於我們並沒有太多看見他人陰部的機會 久而久之這些比較能被看見的範本 就會傾訴人們對女性陰部正常的想像 而這不但讓不少女孩們因此感到焦慮、喪失自信 也深深影響著不少伴侶們的親密關係 所以我要在這裡鄭重的重生一次 不論鷹唇的樣貌為何 只要沒有覺得不舒服 他們就都是健康、美好且絕對正常的存在 一點也不用感到自卑 反倒可以為他們的獨一無二感到自信與驕傲喔 是說關於鷹唇的外觀 還有另外一個常見的都市傳說喔 請問 鷹唇顏色越深就代表性經驗越豐富 這句話是 對還是錯? 登登 前面有提到 鷹唇天生就有多種的樣貌 也會隨著年齡不斷的改變 有的人天生顏色深 有的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顏色轉變就是比較明顯 而決定這些變化的關鍵是 基因 不是性行為 雖然人體確實有可能因為摩擦造成發炎 進而引起黑色素沉澱 但這是在相當高頻率的情況下才可能成立 像是今年累月的跑步 騎自行車或是習慣穿很緊的衣褲 如果想要單靠性行為一種短暫的親吻或摩擦 就改變鷹唇、大腿內側或是乳暈的顏色 是相當相當相當困難的 所以 鷹唇的都市傳說燒賀 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讓我們來素素的複習一下 1. 男女性器官因為源頭相同 所以有許多相似的地方 2. 鷹地是女性的性興奮中心 3. 鷹唇門的主要功能是保護鷹地、尿道與陰道 4. 鷹地、鷹地包皮 鷹唇外觀上都有很大的個體差異 但只要沒有感到不舒服 就都是正常、健康、淺、美好的